昨天政院有所谓的八大救房市的措施之后 台北股市今天呢 真的是营建类股就拉了起来 但是还有下一波 这对大家担心越来越多的失业 或者是说在农历年前 可能会有大规模的失业的话 马政府下一波锁定的 就是要救失业的人口 马总统呢 在今天公开的喊话说 要马上办 接见建商代表 怎么救房市 马总统先摆一边 急着为温暖景气寒冬的消费券 再宣传 马政府救经济 消费券是第一招 棘手的失业问题还在后面 府院有默契抢救失业大作战计划 行政院等着端上桌 行政院有短期就业方案 还有88年到101年的 扩大就业方案 那么另外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 4200亿左右的这种 扩大公共建设的方案里头 也会雇用非常多的人 来增加就业 行政院精打细算 动脑筋让人人有工作 不过要安居才能乐业 住的问题 马流政府也在想办法 马总统说出百姓的心神 房价真的太高 行政院就防射了八铁药 似乎对人民无效 只让建商大进步 配合目前的情况 也没有说 说特别给他们建筑业 特别优惠 而且是事实上是需要 旧房市拔铁药 财团需要 建商也需要 那小老百姓 降房价的需要 被摆在哪里 中文字节律桥 台北报导